最近很流行一句话 生病见人品 生病见人性 生病见人性 在你最脆弱的时候 有以下三种行为的男人 一定不能轻易原谅 要不你就要重新学会如何管他 对你们的感情进行重建 要不你实在寒心 可以直接放弃 不然你心里这根巨刺会一直在 后面的日子呢 你会过得无比的煎熬 第一 于笑 你父母生病 他不让你去 说害怕传染孩子 他父母生病了 他第一时间跑去照顾 也不管你们了 还有一些男人 全家都在生病 还不停地使唤老婆 照顾他父母 自己呢 根本不动手 也不管老婆是不是难受 更比说那种家里 要没有多少 给老婆一点都不留 全给自己父母的 照顾父母无可厚非 但是他对你完全不顾 他也不管他的父母 却把照顾他父母的责任 抛给你 你会感觉到 他根本没有把你当一家人 你会很寒心 第二 巨婴 大家都生着病了 就他事最多 一会儿要这个 一会儿要那个 发烧咳嗽 好像都是你造成的 所以卖一点端给他 都骂骂咧咧的 小孩子真的都知道 忍耐一下 别让生病的妈妈 那么辛苦 可巨婴男啊 是一点都不懂事 他只知道自己不爽了 就活不下去了 根本不管你 是不是也正难受着 还有一些巨婴男呢 老婆发烧高烧呢 他一点病都没有 却还把孩子扔给老婆 说自己管不了了 可自己呢 却在另一个屋子里 刷手机玩 真的 巨婴男就是一个 会哭会唠的婴儿 却没有婴儿那么可爱 他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 极端没责任心 会让你特别的 无力无助和疲惫 你会觉得 你为他做的一切 毫无意义 第三 冷漠 生着病呢 他还要和你冷战 我最近有几个咨询呢 这几位男士 这边和老婆冷战 那边却对第三者 嘘寒温暖 这个时候冷战的男人 其实他的情绪 控制能力很差 只不过他现在 也没劲儿大喊大叫了 而且和平时的冷战 不一样的是 生病时的冷战 更像是一种 报复心理 这种情况下的冷漠 非常伤人心 哪怕他可能 还是会做一些事情 比如给你倒水 买个药 还有一些男人呢 一边冷战 可能还一边照顾老婆 但是冷漠本身 这个行为 就是在你心里 深深的扎刺 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也很容易暴露真实的自己 而有些人最真实的一面 可能是真的很让人 难以接受的 但是生活恢复正常了 他也恢复正常了 有些人其实 是会很后悔 自己当时那样那样的 如果能给机会 当然应该给机会 但是给机会不是原谅 也不代表这事 就能翻篇过去了 积极面对 用正确的方法 把心里的不痛快 都解决掉 你们的感情 反而能得到一次 有效的提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